大家好, 又來到STARTOP的時間 今集STARTOP的這位嘉賓 一向給人的印象是一位演員 不過在2022年他多了一個身分 就是當歌手, 就是蘇麗珊, 詩詩 你好 大家好 加入樂壇新人的行列 做了演員八年時間 有八年這麼久嗎? 有…真的有, 不小心地有八年 最深印象應該是《那天樂門會飛》 但為何突然變成歌手 我在中學時很喜歡參加歌唱比賽 當然沒想過… 入行當歌手那件事 對, 因為覺得當歌手是很遙遠的事 真的入行後, 更加覺得… 大家都覺得我是演員 我某某然要改變, 很奇怪 但真的到兩、三年前 我有嘗試過用寫歌 去記錄我拍攝時 例如我拍了一部電影 我會想記錄那個角色的心情 我會覺得有點紀念 之後我就開始喜歡上這件事 當我寫了旋律 好, 接著怎麼辦呢? 撐出來嗎? 要執行 對, 我就要配合 我發現我不懂做這件事 我開始問朋友 你懂得彈結他吧? 你可否幫我配合? 叫朋友幫忙 很可憐, 要求朋友幫忙 但我又怕麻煩他們 是 如果你每次都是這樣 所以我去了上課學結他 學唱歌, 其實不是為了當歌手 因為你當演員 其實你用聲音也很重要 是 剛才我是跟陸雲娜老師學的 他說我讓他聽我自己作的歌 他說其實不錯, 你真的可以嘗嘗 他給了很多鼓勵我 既然這件事我又喜歡 又可以給我滿足感 不如我真的試試吧 認識了公司的一些同事 然後我真的膽粗粗給他們聽 然後上來試音 然後真的成功了 然後就開始這條路 今年成為了歌手, 成為了歌手 是否你想像中的那件事 我覺得我還在適應 之前做演員, 我是拍攝這部電影 我是做這個角色 我是為了這部電影去付出 但現在好像所有事情都關我自己 是 做歌手某程度上是比較私人的 你真的要拿, 譬如我作歌 我只是要拿自己的情緒出來 因為我自己其實不是一個… 很分享自己的東西給別人聽 很多東西都會藏起來 會藏起來, 對我自己的家人也是 我可能只會說 最近吃了什麼, 有什麼好吃 說一些… 表面正在發生的事 對, 比較內裡的情緒 會比較難和大家分享 是 但原來寫歌我覺得是一個出口 某程度上好像更加了解我自己 現在不可以慢慢開放你自己了嗎 我覺得還是學習足 因為平時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你也很難說一些深刻的事 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在我的作品裡… 感受一下 對, 感受到我是一個怎樣的人 相比之下, 你覺得第一次拍電影 跟你第一次進入錄音室錄歌 你覺得分別有多緊張 我覺得拍電影比較緊張 是嗎 拍了很多人 好的 已經是幾十個人看著你演戲 是 想要阻礙別人下班 是 但在錄音室, 我第一次錄… 我的第一首歌, 不事男孩 就是跟陳夏威錄的 是 他也是一個很友善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令我減少了我的緊張 他錄完一天之後 他就會剪那天的歌曲給我聽 是 讓我回去練習 然後第二天比第一天好 第三天比第二天好 你和你的公司團隊有沒有考量一下 究竟第一首歌 究竟用什麼曲風 或者形象去視別人 因為很重要 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很喜歡視不同新的東西 我覺得我是比較貪玩的人 其中一個性格, 就是什麼都想視 對, 什麼都想視 而且我會覺得沒有東西是不好的 其實第一首歌, 不事男孩 是黃樂兒寫詞的 她也是一個女子 將很多一些 可能大家對女性的一些既定形象 放進去 譬如女生一定不能大聲說話 否則就會很粗魯 又或者你走路, 不要押押押押押 我經常被人這樣說我 我衝鎖的時候 是 所以我覺得我很認同 為何我不可以這樣 我又沒有傷害人 是… 為何你覺得女孩子一定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都是自己的一些寫照 今年派了三首歌 其實三首歌曲風挺不同的 頭兩首完全不同 適合你的性格, 嘗試新的東西 對 這兩首歌曲的音樂音樂 我發現也有一個共通點 也有貓貓的存在 是 其實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是否有關係 我曾經有一首歌的展示 裡面的歌詞寫了 我很想養貓, 我很想養貓 我不知道是否我公司的同事 有聽過, 所以留下了這個印象 就是我很喜歡貓這個印象 是 印象在腦袋裡 所以就把貓的性格 放在我的音樂影片裡 因為貓都是很多變的 你永遠想不到他下一秒是想怎樣 是 有些貓可能有… 很差勁, 有空又搞你 有空又不理你 是 我覺得他這個性格挺像我 是 因為我每一秒都是很好奇 很想嘗試新的東西 新歌叫做愛情指示藝術品 這首歌曲是你自己作的 完全是180度改變 突然間弄出一些黑色的東西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一定會有自己不開心的一面 或者有自己所謂的黑暗面 可能想法比較悲觀的那一面 這首歌其實在兩年前已經寫了 兩年前其實社會的氣氛未必很好 因為有疫情 是 很多店舖可能都關掉了 變成大家好像在家裡很鬱悶的那種感覺 我記得好像是在美國學戲回來 然後又停了學 然後回來香港又要隔離 然後又隔離了兩個星期 然後整個人覺得… 難怪是這個曲風 對, 就是這個情緒 所以我將這個情緒記錄下來 其實我真的完全沒想過 我公司會這麼… 讓我在第一年推出我自己的歌曲 是 我覺得很開心 是 很感恩 風很不同 連帶的音樂錄音也很不同 是 有故事性 然後有你的陰暗面也出來了 很配合這首歌的主題 跟監製Randy他錄音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在想 其實這份詞是一個恐怖的愛情故事 又有碎紙機 然後又要摧毀大家 我們在錄的時候 其實已經幻想到 第一段, 第一段我是一隻鬼 我在半夜的時候回來找你 是用這個情緒去錄的 我後來就想 不行, 我們想了這個故事出來 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放到音樂錄音樂錄 所以我就跟公司說 不如用這個故事吧 然後又找了導演朋友幫忙 我自己其實也很喜歡 我喜歡一些劇情類的東西 其實我心目中是更黑暗的 是嗎? 原來你的底蠅是這樣的 導演就把這件事變得溫柔了 我覺得已經溫柔了 已經溫柔了 最後我們是一個劉白的結局 對… 沒有真的會看到血 最開心的一件事, 因為你現在作曲 你加入了這間公司之後 你大部分歌手都懂得作曲 其實有否想過可以職位一起去… 有些音樂上的合作 其實我很喜歡跟不同的音樂人合作 因為我覺得跟不同人合作 其實可以吸收到他們的東西 他們可以吸引你 其實我自己也很喜歡陳雷 我看她的演唱會, 我看到哭了 如果可以跟她合作 當然是非常好 本身有些人也會認識的 例如Dear Jane的Tim和Jud 你一早認識的 Tim比較忙碌 你逼她就行了 我自己也會喜歡找女生合作 是嗎? 多一點, 我自己… 為何呢? 沒有, 純粹是自己的偏好 Jud我也有跟他說 我們一起作曲吧 因為Jud作曲其實也很喜歡 對… 所以也會… 相信你對演戲應該不會淡忘 希望可以同步進行, 是嗎? 未來日子, 是嗎? 我接下來也會繼續拍電影的工作 所以其實兩件事會同步進行 但你覺得有沒有難度? 可能以前做演員的時候 就很專注做演員 多了一個身分的時候 可能工作量也會增加, 自不然 你還要創作 少了很多出去玩的時間 以為你少了很多拍拖時間 拍拖時間不過我都不多 是嗎?好… 少了見很多朋友是真的 做演員, 其實… 你可能一年拍兩三個作品 但那兩三個作品 其實用的時間也不會太多 變了很多時間去自己… 叫做增值自己 可能去感受一下生活 其實說得好聽 感受生活其實就是… 可能你跟朋友出去 是 譬如你們聊聊近況 其實也可以是一個感受生活 是 但我覺得當歌手之後 真的…這種時間會少了 但其實相對的壓力也會大了 因為你少了放鬆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學習時間分配 希望未來日子 更多不跟你創作作品面世 好嗎? 好 好, 謝謝… 謝謝…